一名男子走在路上 突然被兩名身穿雨衣的男子 持旅棒毆打 一旁的女性有人撒壞了 在旁邊呼喊求救 但這兩名惡煞還不停手 還潑洒不明議題 警方調查發現被打的男子 就是知名的饒舌歌手 出門就被打原來是律師前女友 涉嫌買胸 警方調查發現 涉案的胡姓律師 認為自己的私密影像 遭饒舌歌手外流 因此他涉嫌買胸賭人 還買GPS追蹤饒舌歌手的 現任女友行蹤 前後一共花了七十二萬 經查本案是因查氣盜案的 共犯成員 孫姓犯嫌公稱 吸收胡姓女子的委託 而警方尋現調查 逮到胡姓律師 以及十一人盜案 警方也在今天依教唆 傷害恐嚇等罪起訴 並認為胡姓女子身為律師 卻知法犯法 請法院從眾量刑 请法官酬 請法官 歹